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給你一條歷史提考啊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是哪位歷史偉人說的? 嗯,不是美國人,就是英國人 算了,我也是考你修詞技巧吧 這句名言是出自第35日美國總統 John Kennedy就職演說 你認為他用了什麼修詞技巧? 你說開交叉句,就當然用了交叉句 你這個解釋來聽聽 在這兩段平衡對稱的句子 country和you對調了位置 厲害啊,那你覺得 Kennedy用chiasmus 是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對立還是聯繫? 應該強調國家和人民是一個整體 當中確實是有這個意思 而chiasmus交叉句竟然展示了做法 這麼厲害? I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country是主體,you是客體 去到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you變了主體,country是客體 這種主客逆軌的轉變 揭示了一個道理 任何一段關係 都需要我們嘗試從對方的角度出發 逆地而處,才有可能達致成功 我這麼久都沒有為你做過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yeah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